阿阿山口 青春在风中飞扬 山城重庆 阿阿山口中国地图上的两个点 一条铁路连接起山城和山口 列车穿越地球经纬线 乘车的人也在穿越人生的经纬线 第一次离开家的他 只知道即将守卫的山口很远 风很大 启程那天恰巧是母亲生日 李光宇用手机拍下一片金黄色的树风吹过 树叶涌动的样子就像一片海 站在少柔直勤 李光宇将目光投向更远的远方那里 是祖国的边防线 更远的一扇窗前 家中的灯闪烁着温馨的光 那里有母亲的等候 清晨 上等兵陈嘉隆走上哨楼 他喜欢雪 曾经为了看雪 和同学一起坐了两天火车赶到边陲 齐齐哈尔 睡在下铺的班长颜小飞 听到陈嘉隆的咳嗽声 下床为他一背脚 半年多后 陈卫兵渐渐适应了风里的日子 战绍时迎着风 着凉到了几次肚子后 他学会了用围巾封住口鼻 巡逻时顶着风 他将背包绳的一头戏在自己腰间 另一头戏在初四上哨的战友腰间 这是老兵的担当 陈卫兵肩上的一道拐 变成了三道拐 当初那个遇上大风 连眼睛都睁不开的新兵 如今已经学会在风里观察 班长王文超的话 像一块石头压在和天堡的胸口 年复一年 大风吹跑了帐篷和碎石 只剩这块顶风时一里山腰 外面风声呼啸 寿所热闹非凡 官兵们聚在一起 歌声盖住了风声 小小哨所洋溢欢声笑语 连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每当官兵巡逻经过那条边防线 都会停下脚步 向老少长长眠的地方致敬 看着一辆辆钢铁长龙昂首挺立 忍心知道 北疆的春天就要来了